你好 大家好 我叫陈乌鲁 来自于江苏 我是一名气阴 哎呦 这一上来就说自己是一名气阴 我先安抚一下 安抚一下 谢谢 为什么一上来就说自己这个身份呢 说我是一个气阴 听着我们心里 哎呀 一颤 小时候我的生母 她有四个女儿 然后我是老三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家庭条件不是太好 然后生母他们都是以务农为主 所以呢他们和我的养父母呢 也都认识是比较好的朋友 然后我的养父母 他们就是膝下无子 没有小孩 所以生母她就直接把我 就是过继给了我的养父母 那养父母是不是年龄也偏大一些 我的养父母 他们比我大34岁 一直很小心翼翼地呵护我 就对于我同龄的同学 对吧 来说只要有最好的东西 那我肯定是先有的 包括穿衣服呀 对流行什么样的衣服 那肯定我会先穿 那也不知道自己是养女这样的身份 对 不知道 那后来怎么知道的呀 后来就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我正在上课的时候 然后同学和老师就和我说 说在外面有你们家的亲戚找你 然后他们就买了好多的零食 各种各样小朋友喜欢那些东西嘛 来看我 但我印象中 我们家没有这样的亲戚呀 因为对于我来讲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们 把我拉到没有人的地方 跟我讲说 我们是你的亲生的爸爸 亲生妈妈 这不是你养父母告诉你的 是亲生父母直接来找 对对对 那个时候的 我会觉得好丢人 就是我觉得 我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 对我的心里 其实已经留下了小小的阴影了 但养父母还是很爱你的 对 所以也能在生活中化解了 是的 后来我回去 我就和我的养父母说 就是我希望你们 可以和他们沟通一下 就是不要打乱我平静的生活 就是也不要让我觉得 或者是我的同学和老师 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我 亲生父母没有再来找你 就没有了 没有见面 对对对 就没有再见面 到了初三的时候 正好也赶上快要中考了 那时候17岁 其实正是最美的花季的时候 就那时候我的养母就突发性的疾病 就离开了我 对 这个对于我的人生来讲 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晴天霹雳 然后那个时候呢 其实就身边也有很多的阿姨啊 帮我的养父 就再给她介绍一个阿姨 但是我的爸爸没有同意 他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他要把所有和全部的爱 全部给我 对 他就觉得 他怕再找一个 对 会对我不好 所以我就一直跟着我爸爸相依为命 然后我的养父 他会选择在工地上做工 就为了挣学费给我 那他就觉得 我的孩子跟其他孩子 其实是一样的 就即使他自己再累 他自己就是省吃解用 都要把所有的钱都花在我身上 然后上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学习压力比较大吧 因为要面临高考嘛 他就是白天会选择 就是做工挣钱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 就会买一些水果来看我 那个时候你是住校的是吧 对 住校 爸爸白天树制 其实爸爸白天做工 也是非常辛苦的苦力 对 完全是靠苦力 真的学汉钱 所以你 其实也是爸爸的骄傲呀 考上了大学 对 所以我就选择了会计专业 就我上了大一 第一年的培养费 是我的养父给的 然后从大一下学期 我就开始自己一个人 可以做三份工作 勤工俭学 对 对 而且那个时候 我就会把我的养父带到大学 就会为他找工作 然后这样子我觉得 带到大学什么意思啊 就是像我们在上大学期间 有那个蒙岗呀 蒙卫 他就可以去做一份工作 对 他就在我身边 就是我能照顾他 那个时候你就已经知道 要孝顺父亲了 是的 对 除了学习 就是勤工俭学 正勤 像那个会计证呀 几乎都要到毕业那一年 或者才能考 或者大三 很难 对 但是我在大一的时候 我就会把所有的证 干拿的全部拿到 这真的鼓掌 好难好难 对 对 对 所以你受父亲的影响也挺深的 很大 很大 对 对 对 你觉得他给你最有启发的 或者能够让你一生去 记住的话 这种像座右鸣一样的人生 所以受益终生的就是 一生行善积德 就这么简单 就是很真诚地 善待每个人